大家好 哈囉 大家好 我們南非的蟒蛇 動不動就有五公尺 你們有嗎 我們上個什麼也沒有 就只有很純又多的黃金 門板也是 馬桶也是喔 我跟你說啦 我一家五口 四個都是拿多 還有一個準備在當拿多人 我們 日本女生 世界第一 溫柔 各國男人都恰恰愛 土耳其男生選女生 女生不能選我們 你們講的吧 這個還要說嗎 韓國的保養品 化妝品 世界第一名囉 很會吹牛 來...先發一下這個 吹噓王法庫給大家 來... 都很快出一張嘴啦 但到底大家 到底有沒有這麼強啊 今天我們就要來 我們今天就要來選出 在場的各位 誰才是 對 然後今天呢 我們的三位來賓朋友們 也有圈插牌 再加上我們主持人 有兩個圈插牌 有五個圈插牌 如果 過半數的話 吹噓王麻煩你們 你們上面的那個法庫 就帶一整集 是的 目前剛剛為止 你們每個人講的每一句話 都是在吹牛的 你不要用了 你才在吹牛 真的 過頭啊 什麼都是黃金 真的 對 吹到黃金吧 而且我們這五公尺 要有什麼好訓 真的 五公尺 又被你們講出來的 很可怕 對 好 到底誰吹吹牛呢 我們 先起 先起 韓國 你們不覺得嗎 電視裡面的歐巴恩怡 都是騙人的 我們去韓國 哪裡找得到 那麼帥的漂亮的 你們不覺得嗎 還有韓劇也是 吹噓的 因為要嘛他們是 什麼 車禍 要嘛 沒錯 而且蠟燭一吹 還有孔流出來 沒錯 對 各位 真的 上面有沒有 你們的孔流 有我們的孔流帥嗎 當上鬼怪 是不是 真的 不是真的鬼怪 不是真的鬼怪 不是 有吹一吹的 吹牛 點我們觀光客人的 真的 你這可以吐了嗎 等一下 你又不是孔流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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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看小韓國 現在是韓流 沒有錯 大家都看韓劇 對 以前我們哈日看日劇的時候 對 是牧村 去哪裡都是牧村拓摘 樹水冒 潰櫃子 對不對 可是我去東京也看不到 你們在東京錄的街頭錄到 我也看不到 你們要破音嗎 你們要破音 而且他的腿越張越開 很近 你們要破音 你穿紙要生人是不是 你們要看到什麼公田生紙 也沒有看到這種人啊 而且我們在日本的路上 都看到 下班都掉了 對啊 不是 那個是看錯人 流浪漢比 無村倒是在躲 好 你冷靜 好 OK 但法醫生你也覺得 韓國很喜歡吹牛嗎 我覺得韓國很會吹牛 尤其對於它的保養品 然後他們會說 用這個味很漂亮 嘴唇會怎麼樣 對 對 然後指甲的那種貼東西 可以帶兩三週 都不會脫落 Oh no Oh no Oh no 我覺得 我自己覺得 我用日本的東西我也好 不會啊 沒有 等一下 你哪 國不提提罵國 什麼 通常在哪裡 你 看丹田的聲音 你是剛剛開關被打開了是不是 對 因為真的 韓國東西 誰都說韓國東西很好 不是 日本的東西很好 可以繼續嗎 對 就是因為他們會用行劇嘛 都很漂亮的什麼 你有沒有發現說 他們都 有一點一樣的樣子 不會 他們化妝品有一些 真的很好用啊 他們的妝 沒有 她講的是 不是有一些 不是那個韓國小姐 前十名 前十名 的合照 就是 那十位長得都一樣 都承認了 其實那是十包胎啦 原來是這樣 好癲 好癲喔 我們是不是要讓韓國人 好好反駁一下 你覺得大家講的這樣子 那其實我覺得 很無聊耶 西鐵 怎麼 西鐵 沒錯 謝謝 妳是她的名字都不想記住 我聽到了 我絕對是她最誇張 我忘記我的名字耶 你們是去觀光 是會有看帥哥嗎 是嗎 真的假的 是嗎 多少有一點是這樣子啊 目的第一 可是我覺得 我覺得至少比日本好耶 哪裡 真的錄像看到帥哥比日本多 西鐵真的好多 哪有 拜託 新四車比較多 帥哥比較多 真的我覺得啦 其實韓國有一些地方 帥哥也滿多的 尤其是我們家附近很多 你們家在哪裡 江南 對啦 真的滿多的 然後長大韓劇 其實韓劇的那個特色很多耶 不只是那種很無聊的 老派的那種 我們都有長鬼怪對吧 朋友去見的 很有創意的意思 對 拜訓人什麼的 我們都有很多 政治有關的啊 醫生有關的啊 什麼都有 然後長大化妝品 真的 為什麼我覺得韓國的保養品 或是化妝品是好的 是因為我覺得CP值很高 韓國的東西真的是很便宜 可是效果跟其他很貴的 其實是差不多 種類也很多 所以我覺得至少比日本的便宜啊 對 然後這效果我覺得也是差不多 其實在韓國最會吹噓的是 都不說話的 然後用手就是那個口袋裡面 出來一個東西 拿出來一個東西 然後放在桌上 知道什麼嗎 這種鑰匙 車鑰匙 車鑰匙 所以一定要去做這麼大的板子 這我的車鑰匙 好誇張 車鑰匙就代表我的 身分地位 是是是 然後就是對 為什麼不知道 他們也有包包也有口袋 可是為什麼不知道 為什麼 一定要放在桌上 尤其是在夜店 是 在夜店就是放著 放出來其他人就閉嘴了 對 然後大家都覺得 他應該很有錢喔 就這樣子 可是其實 你們覺得是這樣嗎 不會 而且這個 這網路上面都有賣 幹嘛要司機啊 對 所以我覺得真正的 不要被騙這種超鑰匙 還是這個是男生的問題的 所以講的嗎 比如說 我去一個地方的話 我的褲子是痕跡對不對 我口袋有什麼東西 我放這樣的 這個是男生的 你看他一直在炫耀 因為他皮夾那麼厚 他想跟別人說 我都是用現金 那一打開都是收據 對不對 不是 裡面有隨身抹錶 那先不用了 謝謝 好 那我們來投票一下好了 我們認為韓國人 到底是不是 吹噓王我們五票 一 二 四 三 我覺得還好啦 全破 拿車鑰匙出來 很胖胖好不好 對啊 我白講了之後 好不好 來不及了 小梁哥為什麼你覺得 他們算是吹噓王 對 錢捷車的人會有這樣子 對 現在貨櫃車了 沒有那種東西 對 浩如咧 沒有 我只能說 你反方向來想嘛 韓國把他們自己的形象 是經營得非常好 不管是娛樂產業或是偶像 你對韓國就會有一種憧憬 對 那你就去 去了之後才發覺 不是 對 他們目的得到了 對 可是做還不錯啦 去了以後還會想要再去 對不對 對 但目的就不一樣 對 他們有那個愛國心 對 就是說他們 比如說手機 他可能一定要用自由品牌的 或者車子 他們就是一定要開自由品牌的 然後甚至 之前有個故事是 那個留學生 帶了他們做的電鍋去 然後用了沒兩下就壞了 他們就說 那你為什麼還要買 你們自己國家做的這個電鍋 你可以買一些那個外國做的 或大同電鍋什麼的 好用 沒有我就是要買 買了以後他們才有錢去研發 新一代的 這樣東西才會越來越好 他們的想法是這個 民族 他們民族意識超高的 對 哪怕他們自己也知道 他們的手機可能 之前啊 手機可能有點不如人 但他們還是用 真的 那容易壞 那他就再去買一樣的 才能再研發更好的 他們的想法 才能超越別人 真的 所以他們現在才可以 國際上面位置滿高的 滿厲害的 不過法庫還是不能拿下來了 好 因為沒有過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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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隻好漂亮 好漂亮 好漂亮 好壞 日本人 日本人好壞 好的 祝祝你呢 祝祝換你 你覺得吹雞王 中海樹要有掌嗎 日本 日本 日本的日韓 日韓大中 血流長 土耳其公子 土耳其公子 先讓一讓好了 其實 其實剛剛都是 就是我們某一種東西是 吹噓 可是日本你們不覺得 他們平常的生活就是 每一個人都是一樣 不覺得嗎 就是他們平常說話的樣子 就是 很 不真實 對 像比如說 我給這個 喝水 喝水 像比如說有很多品牌 喔 威西 什麼什麼 然後就是進去什麼 然後之後也沒有漂亮 就是 超可愛 超可愛 對 什麼什麼的 謝謝你 我覺得他們就 很浮誇 很浮誇 而且每次看吃東西 就是 超長陰 對 超長陰 超長陰 對 怎麼了嗎 就是一個白飯嗎 什麼什麼 對 但是他們就是 因為這樣子讓人都覺得 哇 日本人很熱情啊 然後很親切啊 或是很想 很想 很想讓人靠近 很友善 但是其實 不是啊 後面他們 他們背後都講 難吃死了 或是什麼 醜死了 應該是他們的想法 是這樣子 只是不敢說出來而已 不說 他們喜歡演的 對 都是演戲的 OK 同意 來 圈圈圈圈 是是是 有試過跟日本朋友工作 然後 就是 那個什麼 交流嘛 文化交流 然後他會教我講 日文嘛 然後 很簡單講 然後他要教我 你看他講的你很MAN耶 但是他說 就要配上一個 很浮誇的表情 才讓那句話 有力量跟成立就是 所以表情不能比 要這樣增很大 對 他說有一些話語 必須要有一個表情配搭 才會讓它成立 我就這樣說 我就沒辦法很浮誇 就有時候就 有時候就 有時候就 或者是剛剛說的 對 對 那我們請我們日本人 來幫我們示範一下 表情加動作加情緒的 好吃 你剛剛說A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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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開始 開始 剛剛的故事 真的嗎 麻雞點 吃飯就吃 通常是這樣嗎 是真的有這麼好吃嗎 這個就代表 我們表達的方式 就如果 好吃 反而 真的好吃嗎 我是懷疑 那如果那個東西 真的吃起來真的還好 還好 你也會 還好就 就痛 稍微低一點 然後 好吃 但老闆就站在你前面喔 就 還是 好吃 講好幾次 就感覺很好啊 那我請問一下 不好吃的好吃 怎麼用 我們沒有不好吃的 一定有禮貌的 他們直接 沒有 沒有 是 是 好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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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假的 假的 沒有打到哪 所以你就說 假掰王 我好吃 我們會說 可以喔 可以喔 不是 老闆 這個我朋友超喜歡的 這樣子啊 好 我真的這麼覺得 原因是因為 之前我跟我老婆去日本旅遊 然後每個人都說日本人就是 那種體驗感就是 他很有禮貌 是 他會把你服務得很好 然後他就會在桌邊服務 就是 你有任何需求 他就第一時間上去嘛 是 然後有一次我記得好像是從 淺草 淺草 就雷門那邊 淺草那邊 那個電車離開 然後因為那時候剛好遇到 尖峰事件 所以人很多 然後剛好我老婆就不小心 踩到一個 坐在椅子上的 上班 他的腳 他的腳就踩到他的 腳尖的就皮鞋 正常來講 在台灣來講 就是我們踩到 我們發現 不好意思 對方說沒關係 OKOK 你知道那個老人家怎麼樣嗎 直接踢我老婆的腳 就直接 反踢回去喔 對 就是 就踢了一下 我老婆就有點受傷 他覺得 怎麼會是這樣 好恐怖喔 我的日本的幻想 就在那一種 他們的禮貌之國的那種 就破滅了 可是因為是真的不小心的 然後那個人就是 反應就特別大 我老婆就有點受傷這樣子 來 西田來 這個是我也發現 日本人是 就擠得 就人很多的地方 空間很窄的地方的時候 失控 就是電梯也好 就電車也好 如果自己的空間進來的話 就沒辦法 你也會這樣嗎 真的 這個時候失控 表情會這樣 那個禮貌 我的禮貌跑掉了 因為這個 你現在是不是有點失控了 就這個電車 那麼窄的地方 有人就 碰到我什麼 我就 就先看一下 眼睛 我怕了 所以你們的禮貌是有規範的 不要侵犯到我 對 我都會很有禮貌 我都會很有禮貌 對 沒錯 OK OK 日本的話小陽哥 是不是也要補充一個 真的 我跟你講 那日本人他們就是 當然我也是因為工作的關係 不得不認識的那一個日本人 是哭你了 那日本人 他是怎麼樣 你知道嗎 因為他來的時候 他就吹噓說 他以前是那個 日本跆拳道的國手 所以差一點要參加奧運 對 然後他說他是國手 然後我們去查那個 奧運的那個名單 沒有他 沒有他 那我們就說 那你參加奧運 對啊 那你有拿什麼獎牌還是什麼 他說沒有 因為我那個 要去之前 我不小心受傷了 所以他就沒有去 所以說那名單上面 也沒有他 他就講得很合理 你知道嗎 那我也去過奧運 我是哪一年沒空 哪一年 然後我們說 那你因為那個 不能打奧運 那就畢業了 畢業做什麼工作 他說他在 賣腳踏車的專� 那個上班 賣腳踏車 對 可是 差太多了 就是他們很表面公司 都不說實話 對 日本沒有一句話是真的耶 真的 他以為不會被發現的關係吧 太誇張了 所以日本人不會被發現 是覺得沒有關係囉 有時候我也是 因為我也是 以前玩球 TIS很厲害 TIS的選秀 該不會要參加奧運吧 不是 我也是代表 OK 又是代表 學校的代表 我以為 隨便都遇到奧運代表了 沒有 我也會有時候 偶爾把自己 當超級賽馬 對 對啦 我覺得日本人 就很喜歡講一些客套話 然後把那個畫面講得很美 對 但其實就還好 我們來舉牌一下好了 你們覺得日本人是不是 非常的浮誇 非常的誇大 請選擇 一 二 三 全數堂高 恭喜你 真的 那個日韓代表 如果帶著癢的話 可以拿下來抓一抓 在哪裡 可以休息幾秒鐘這樣 然後他會覺得 你會覺得哪個國家很浮誇 我認識一個國家的男生 他跟我講過一句話 他說只要跟我發生過關係的女生 就會上癮 因為我會讓他 八個小時都下不了床 不是老爸 太誇張了 所以他們很誇張 他們是在床上很容易癱瘓 對 好誇張 好誇張 太誇張了 而且他很爽 他是爽耶 我跟你講我在 而且我因為他講這件事情 我還有去求證 其他歐洲國家的男生 我還問過我曾經 心裡面認為的 譬如說義大利總馬 西班牙 很多人都會覺得 義大利的男生 很怎麼樣啊 所以我問了 義大利西班牙 他們竟然不約而同的 贊同耶 覺得他們很佩服 土耳其的男人 所以他們很厲害 然後我就問我那個朋友 我就問我土耳其的 那個男生朋友說 八個小時不下床 是什麼意思 什麼可能 不吃飯什麼 他就說吃飯就在床上吃啊 吃完兩個人 又在床上摸來摸去 親親我我 有感覺的話 就再來一下 沒有感覺就親來親去 摸來摸去 就這樣子 然後他就說 要不然的話就是十二小時 譬如說晚上十二點 到隔天中午十二點 他們就是可以起床尿尿 再來一次 然後怎麼樣 十二小時 都不用上班 平均大概一個小時 還是那八小時再上班 可能剛好是放假的時候 好難 對 他們竟然就有這個 就是他們就有這種自信 覺得他們就說 尤其是台灣女生 大開眼界 只要跟他們交往過 沒有一個 看得上別的男生 吊吊 會吊住 對 我覺得 我覺得他很禮貌的 八個小時 他說的笑 我們十二個十三個小時 我們沒有聽得 好像是我們BMW的媽媽 他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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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前面當然是德國的 關他什麼事 對啊 到底 現在德國 請問德國那時候 怎麼厲害嗎 德國裡面有五百萬土耳其人 漂亮 所以德國厲害 也要歸過去 是因為土耳其 對 那邊有 那邊有土耳其 那邊有 土耳其 馬達 真的假的 好恐怖 其實他說的是我也聽說了 可是如果姐姐說的是 土耳其人的話 我不是土耳其人 你不是土耳其人 你不是土耳其人 只是這個 八個小時怎麼可能走 有可能誇張的 所以你不行啊 別動了 我不行 我自己多六個小時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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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裡來的來賓 真的 你打爆他 六個小時有多久啊 這個部分是我們講得很強 講說我們吃東西的關係 比如說我 去年跟一個節目也跟你們說了 我們有原子彈 原子彈的意思是什麼 開心鍋 五花果乾 蜂蜜果醬 我們吃這個的之後 八個小時 十個小時 我們的力氣非常強嘛 真的假的 所以我們不會聽 你們知道老人吃的那個 藍色的藥嗎 好香的那個印象的 真的 所以那個 跟藍色小藥丸的功能一樣 對 對 所以這個比較自然的關係 不會心腸有問題 等一下 我再加給你們 好 我們來舉牌 那是你 我是覺得 這太誇張了 是不是吹噓王 一 二 三 大家都舉牌 大家都舉牌 OK 好 一樓的朋友 全部都帶著吧 有了 你看他 等一下他 他真的太誇張 我覺得很多人正式的話 應該是真的 歐陽三 你有跟土耳其人交往過嗎 年輕的時候 差一點點 差一點點 因為有一個土耳其人 以前追我 本來我就是想幫他 做他的功課 或者怎麼樣 我是善意 然後他後來又來了很快 我到他宿舍 什麼叫來得很快 他還說你推倒這樣子 他就 我認識他不覺 我去他宿舍 然後他認為說 你就是要跟我有 有 有Mercedes Benz的關係 沒有 如果說我認識他 久了也許 現在有一點後悔 如果真的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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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後悔 後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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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彈心嗎 現在 好 但顯然哥 你覺得有沒有 哪一國人覺得 他們很會吹噓 我真的覺得是 美國人 美國人 你們誰 他們真的是很浮誇的 就是 感覺表面上都跟你很好 因為他們很愛開玩笑 很幽默的人 但是如果你真的 要跟他聊事情了以後 他就公事公辦了 你知道 大家以前都有發過那種 那個外國人的那個 來上節目或觀眾 我跟你講 比如說你跟他講四點到六點 六點 只要六點 不超過六點零一分 他起身就要走了 你知道嗎 不然你就是要另外談 他就是這樣 我有認識一個美國的朋友 就是這樣 一個婚禮歌手 是 那因為我太太是做婚故 這相關旁邊 對 我們幫他接了好多的個案 他從早唱到晚 你知道 從南唱到北 我們都這麼熟了對不對 對 我兒子那時候抓周 對 應該是滿周歲 所以應該是這樣 那我們想說 那我們也請他來 那個演唱一下 熱鬧氣氛 對不對 跟我老婆公事公辦 照原價算 一點折扣 真的 那個是私人聚會嗎 就他兒子的 遙收錢 對 然後那個小禎 他的爸爸瓜哥六十大壽 對 想說六十是一個整數 來辦一下嘛 對不對 然後就請那一位歌手說 要來 就我們大家同樂一下 是 對 這樣真的很不厚道耶 對 對不對 OK 好 我們請Kim來 稍微來 我覺得你已經有 跟他不好的經驗 那你再去再去 你就是笨蛋 不是他 不是他 所以我們沒有跟他聯絡了 我們都沒有跟他聯絡了 所以你覺得這個故事 錯的是錯在他 對 OK 應該說我們的選擇錯了 不該再選擇他的意思嗎 沒有什麼 三十五億人 不是 三十五億 你認識我 就好很多 他也會唱歌 三十五億人 他有得快五燈獎喔 對 對啊 我們錄這個節目 我錄了十幾年 我有沒有一直都在 OK好 拜拜 十幾年 沒有沒有 你都一直在 沒有 還沒有 你都非常敬業 他一直帶回家 對 還會自己唱 那個月亮代表 真的 但是我覺得美國 就是如果說是一般的工作 會比較 比如說九點到五點 五點到 我走了 所以你什麼老闆還在那邊 美國人比較會 我就是一天給你這麼幾個鐘頭 其他屬於我個人的時間 美國人的確是這個樣子 其實不要摔這種垃圾 真的 你傻 真的 錯在你 所以你也覺得美國人 也有一些 我也覺得 我也覺得投美國一票 美國很愛什麼 宣揚什麼 天然 環保 還有小孩子 只要吃天然的東西 要餵母乳 就是美國一直在那邊說 母乳協會什麼 都是美國出來的 結果呢 結果呢 糖果最多的就是美國 色素最多的就是美國 而且 所以讓這個製造 最多丟到別的國家的 都是美國 那可是斷奶之後 不行 你看我小孩在美國 吃糖吃了 我開心 是你嘛 對不對 對 他是我 然後小孩子 吃這些東西啊 這是美國賣的啊 對 到處都是那個 你看他們連那個 他們連那個轉 轉 扭袋 台灣是扭袋 他們是扭堂啊 真的喔 每一家店面前面 都是扭堂枝啊 而且小孩子 硬要我們也不能不給 對不對 因為到處都是 對 提倡環保 但其實你們 滿不環保的 還一直在進步這一塊 好 我們來投票一下 你們覺得他們是不是 吹噓網絡 一 二 三 請選擇 今天大家這樣全在了 我看 好 俊彥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他們只是 大家聊那麼開心 你舉X 對 因為我覺得美國 公式公辦跟吹噓 是兩件事情 他說他們美國 是世界英雄耶 這不得不說 他們現在 確實是世界強權 這個是世界強權 這個是世界強權 那美國 對 歐陽三六秒 覺得哪個地方 你很會在那邊 很會生氣 台灣 台灣 因為我是母親 會讓我 比較緊張一點 也就是說 我女兒跟她的高中朋友 他們去東區那一帶去逛街 然後在街頭上 有人在推銷那個化妝品 她會說來 你的手 給你噴一點 這是我們的產品 是清水 非常棒 會讓你永遠的不親 你看 好漂亮 就一大堆的這些 然後就是那個高中生 這個年齡 是很容易被說服了 其實那每一個手 你噴一個不噴一個 都會感覺不一樣 好 那沒關係 所以她跟她朋友 就開始有興趣 那下一步就是要開始 賣給你東西 那她說 其實我們有非常多的產品 但是要去某某一棟樓 在附近 二樓 這一塊我就很討厭 因為你到了那個地方 你不知道會發生什麼 是什麼人 他們到那個裡面 反正她跟她女朋友 是他們跟她們分開 但是這樣分開就會很緊張 沒錯 對 後來她要她買三千塊的東西 你就是可以開始當一個委員 但是我女兒以前呢 我兒子跟女兒 我一天就允許他們拿 兩百台幣 她就說 不好意思 我只有一百塊 然後那個人說 好 沒關係 現在當那個定金 你改天呢 改時間回來 所以她虧了一百塊 她連一百塊也要拿走 對 對 好恐怖喔 這個感受很不好 可是不知道 你們大家知不知道 這些所謂的 有的是傳銷 直銷公司 很多是美商 我知道 很多其實是美商 而且他們在街頭 都是一派外國人去拉 對 你說那外國人呢 其實有很多人的外國人 聽說大部分是土耳其的 比較多 你是不是很聽得 那個把他給我講 不是那個 他們在色尬百貨公司 色貴 相信你們去逛百貨公司 都一定有遇到 一個外國的帥哥 手上有拿著適用品 都很有錢 但是那個品牌 可能是 不是大家常見的品牌 對 哥哥知道說的一個地方 不是土耳其人 我也認識他們 他們是以色列的人 他們自己的牌子 不是土耳其人 以色列 以色列 他們自己的牌子 其實他們也是在做 這樣子的銷售 誰源頭 還是美國 我也覺得台灣 其實有很多話術 然後我記得我有一次去 便利店買一杯美式而已 然後我想說很快 然後他就跟我說 先生不好意思 你要買衣送衣嗎 我們現在有活動 然後我想說 他說什麼 大概兩分鐘就好了 我想說好 那我就註冊一下 然後就那邊 我就在那邊等了 大概二十分鐘 然後我自己這樣 傻子這樣 我覺得就是 就是你要嘛 就跟我說 可能要辦比較 九十分鐘或二十分鐘 你不要跟我說兩分鐘 兩分鐘我就覺得不行 兩分鐘變二十分鐘 對 就會覺得不行 太久了 為了一杯咖啡 對 我就不行 我就不會想買了 他就是要你綁會員 綁完會員以後 才能享有那個咖啡 然後一天到晚寄廣告給你 對 他們要人頭 對 每次看到今天五折 你忍不住就會想買 然後都不就覺得 好像不錯 但其實是一個陷阱 沒錯 好 然後法醫生 台灣人很愛吃飯 又是他們非常喜歡 他們退廣 餐廳跟吃東西 我會被朋友說 超級無敵好吃 它的魚 你咬下去的時候 那個感覺 Oh my God 他會繼續講 然後他說 你都不會不舒服什麼什麼的 塞車兩三個小時 到了餐廳 點了不同的東西 然後畫在那個桌子上的東西 還在動 新鮮 代表新鮮 那不新鮮 那個很可怕 好像在下手耶 Anyway 我吃了它的蛤蜊跟生魚片 我覺得好吃 但是我沒有覺得說 我就會有一點生氣 我就跟我朋友講 我覺得沒有那麼值得 但比較便宜吧 港邊的比較便宜啊 Yes 對啦 沒錯沒錯 又是但是大部分這個地方 要大餐嘛 有好幾個人一起吃 對 所以量太測下去 然後我就覺得 值得 我會量到三個小時要賽測 為了那個生魚片嗎 這個我要挑戰 這個我要挑戰 因為你知道台灣是一個 海老型的國家 因為我自己本身從小就住在 台東的成功魚港 新港 所以我們對海鮮的敏銳度 其實會遠比 一般都市人來得更敏銳一點 你知道其實我們有 酸甜苦辣嘛 這是我們的味覺 但是真正其實還有一個 叫鮮味 所以你沒有長期在鍛鍊的時候 你去吃台灣的東西 我只能說不懂吃 才會吃不出那個差異 這樣說啦 中肯 中肯 夠了 這一段夠了 夠了 那你們會不會提到這一段 覺得吹牛啦 還不是一樣 誇張啦 我不能說難吃 所以我可以說 他們長得很over 然後我覺得我必須開那麼遠 你要不然如果是日本人很懂海鮮的 會覺得說 沒錯 如果你講到牛肉 我可以這樣子講到牛肉 因為我們是馬上 你們是吃牛肉的 馬上撒掉 馬上可以吃 那你們很少會有那種感覺 我們有問題 有 有 有 我們早上喊 早上喊都有 台南 很難 很難 吃到隔天殺了那個牛肉 我們當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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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進口的 不要跟我們聊吃的 我們都認真 對 台灣人才吃的 真的 我們都可以講出來的 對 因為我覺得每個國家 好像對於自己的喜好 或是覺得自己很有自信的東西 都會特別的誇大 對 汗味 對 就覺得這就是我們的 是我們就是比較強 沒錯 沒錯 但是 南非也會有自己覺得自己 很好拿來說嘴 覺得 這個我們最近很誇大的東西 什麼 我們的蛇很大 蛇很大 蛇很大 綁蛇 請問多大呢 我們是農場 我們小的時候 那如果你聽到 就是槽裡面有一個聲音 我告訴你那個聲音 好像是人在走路 因為那個聲音 那個聲音 那常我們的後 就是房子的後面 都有很多那個槽 什麼跟豬 都會聽到這個聲音 那當然我媽不要我們去外面玩 如果有那個聲音 因為我們的蛇真的很大 但是我媽一直會跟我講說 我告訴你啊 後面外面那一條蛇很大 到五公尺喔 你會不會吃下去 你再去玩後面你就知道了 那常會被講這樣說 不敢去外面 突然有一天我們就是 整理花園的那個阿伯 在那邊找到一條蛇 你知道他拿過來的時候 那一條蛇多大嗎 很可怕吧 沒有那麼大 小小的就是這樣子 我到現在長那麼大 我不敢去那邊走來走去 因為到現在還有那個 那種奇怪怪的聲音 被嚇大聲 你講到這邊 一樓的朋友才知道 你這裡面在講蛇 不然他們以為你在講的是 對 你講什麼 你們兩個 果然是日本跟土耳其 對 等一下 怎麼過去 故事快講我們才知道 在講真的蛇 我們的國家比較不要說的話 我們說蛇嘛 我也以為是他介紹這個東西 他說我們的蛇很大 台灣的蛇也很大 那我還比我的小 所以南非你說你慢慢看到蛇 你就這麼大 那你自己看過南非蛇有多大 你知道一個馬路嗎 兩道車的那個 過馬路的收入 一起停下來 然後他就過了 南非的蛇 南非的蛇算是滿恐怖的 又是我們學校找到一個 比我高 就是 就是在我們學校的花園裡面 我那個時候三年級 然後他剛吃完東西 所以我們的燒場 把它放在我們的槽上面 給我們大家看 然後他就是棍來棍去 因為他吃飽了 蛇吃完 你就可以碰牠 你可以跟牠玩 因為我們就是在台灣 我們養寵物都是養狗啊 貓啊 在南非你們的寵物是 蛇 我覺得什麼都有 你想讓南非的動物類的 養在家裡 如果你是在農場的 你可能養獅子啊 獅子可以養吧 天啊 不是野生的嗎 有幾個 它是野生的 但是如果你有錢 你有那個可以就是 封起來的那個優勢 所以這個不是違法的 我們有一個朋友 有一個父親就是四子的 在家裡 就是被叫的啦 牠們不是會 就像小貓咪一樣 會跟我們睡覺啊 或什麼的 對 還有斑麻 很多人喜歡斑麻 在牠們的花園裡面 就是因為那個花園 在家養斑麻 我們家就是沒有斑麻線 真的 在家養斑麻 對 因為牠們會刺草啊 所以是滿好養的啦 我現在不知道你到底是吹噓來 你也覺得 好亂 感覺都有可能 你知道嗎 真的 我知道有人在養裂口 下面的河就有河馬 很多 可以去 我們就是在這邊游泳 走下去大概 沒有很遠啦 從這裡到Seven 就找到很多河馬在那邊 所以你們游泳的時候 是跟河馬一起游同一個 我們在上面游 游同一個河塘就對了 池塘 來...投票一下... 你們覺得PISA 到底是不是南非的吹噓王 一 二 三 來講一下 這個 我會信耶 這我會信耶 因為我們看很多那種 好萊塢電影 就是這樣演的啊 對啊 牠們有錢真的就是養獅子 真的 而且你可以拿下你的 吹噓王 我是唯一拿掉的耶 我覺得南非你跟他講動物 我們就沒辦法反駁了 對啦 對不對 可是沙沙也去不過 真的野生 路上就是這樣 真的 很恐怖 好恐怖喔 沒辦法想像 沒辦法想像 太過太過 夏萍帶你回家 如果我們同一個家 養獅子 我叫女兒不要去喔 養獅子陪我睡這樣 好 那千千你覺得我哪是吹噓王 馬來西亞 姐 因為我之前有一個馬來西亞的朋友 然後他就說 在暑假的時候就說 要邀請我們去他那邊玩 因為他說他的 然後我們就開始想像 一定是會有那個 最高級的招待 會有什麼車在我們什麼BMW 旅車 家常車隊 車隊 車隊啊 拿都來了 然後吃的應該是很厲害的 徵收百味什麼的 好 那然後就飛機去 然後一到機場 然後朋友就說 因為機場外面那個車太多了 要那個車隊就沒辦法 在那個機場的外面 所以我們就 就走過去看車隊了 就很期待到底是什麼車呢 然後到那邊之後就發現 欸 怎麼會是 那種電動車 就是沒有門的那種嗎 沒有門的那種 很多台一個真的是車隊 然後還說 還說高規格的給我們 一人一台 可以方便放行的 因為剛好復求車 後面有一個 可以放行的 謝謝 對 謝謝 好啦都算了就覺得 好啦好啦 應該是 住的應該是不錯的嘛 結果也沒有什麼特別 只是住在我朋友的家 然後我們全部打地鋪 蛤 拿督耶 打地鋪 然後這是什麼啊 對啊 感覺是很高的官員 對 很高的官 就讓我印象覺得是總督啊 很高的官 對... 感覺有督就很厲害的感覺 然後吃的話 我們會以為吃到什麼海鮮啊 很厲害的魚翅啊 什麼的 都沒有 然後是朋友的媽媽煮的炸場菜 什麼 雖然也是好吃啦 但是規格不太一樣 對啊 就跟印象中拿督不太一樣 對啊 拿督應該是很多 很多什麼高級的招待啊 對 筷子還是用金色的 沒錯 金色的碗 對不對 有點印象覺得可能接近文來 什麼的那種 黃金的廁所啊 門口還有兩隻獅子 對 像武尊不是他們也是什麼拿督 什麼什麼 對不對 他曾經拿督是 我想說一下就是 他的舅舅有去嗎 他的舅舅 拿督本人沒去 他規格一定差很多嘛 是吧 可是嗆拿督兩個字 是沒有用的嘛 但你們拿督很多耶 拿督很多 但 我覺得是那個人 亂講話嘛 吹噓的 吹噓的 所以 如果我是 我的親戚是拿督 所以我沾不到任何的好處 沒有沒有沒有 因為拿督是他 不是你 像那個 養子 對 他也是拿督 就 不是說你要有多少錢 所以跟錢沒有直接關係 錢也有關係 只是錢或品德 或你有多成功 都有機會成為拿督 OK 真的喔 我有認識一個拿督之子 他真的滿有錢的 而且 因為他平常 之前是帶我們出去當導遊 他幫忙翻譯什麼的 但他皮夾拿出來 其實是有黑卡 對 但他就是拿督之子 然後他們好像在那個地方上面 可以就是 對 他想要什麼幾乎都OK的 所以覺得應該真的很厲害 所以他應該真的有 但我覺得拿督太多了 對 到處都別人說 他是我朋友 他是拿督 他是我朋友 他也是拿督 我覺得他們 就是以這個去宣傳說 他馬來西亞很有地位 是 就是用拿督的名義 那你家有拿督嗎 你有親戚 你家沒有 那你滿老實的喔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馬來西亞人到底是不是 吹噓王呢 拿督這一部分 一 二 三 我也覺得還好 對啊 他今天還滿誠實的 對 因為我覺得 想要同情馬來西亞的 陳虛 因為其實他還沒有講 其實他還沒有講 之前我本來舉圈的 你怎麼會舉圈啊 因為我 我也認識 拿督的朋友 他常常來 唐珊珊來這個節目喔 但是他沒什麼錢啊 但他們家 但他們家很厲害 沒錯 你為什麼有那種 日本女人的勢力耶 好可憐 好可憐喔 日本女生最溫柔了 對 最溫柔 好可憐喔 不是不是不會撲的嗎 不會撲出的嗎 會... 撲出的嗎 還會撿預告 而且你講這段 整段話裡面 只有講那四個字 最終可憐 他沒有錢 好真心喔 真的耶 溫柔在哪 好 所以你只要看人 其實呢 他們有很多的既定印象 就是一直生死在我們腦海裡面 然後今天才發現其實 真的都是吹噓王 尤其是一樓 尤其是土耳其 真的 而且一直往外的地方走 別人在講正經 還是往外的地方走 對啊 聊蛇跟聊別人 真的 我們觀眾朋友 如果你有跟土耳其人 互通過的話 請到我們的官方座 拜託跟我們說 到底有這麼強嗎 我想知道他們到底 到底有多厲害 今天晚上沒有人都 沒有人 沒有人覺得他們厲害 OK 接下來我們想謝謝 謝謝 謝謝 尤其是我要拓棋 來個天啊 你們會下次見 拜拜 謝謝大家